2017年夏威夷天文望远镜就发现了一个距离地球大约163至277光年远 是从某个年轻的恒星的圆行星盘中而形成的一种东西 然后在4000万年前被一颗行星发射出来的飞行器 当它进入太阳系的时候速度是一点一点加速的 当离开太阳系的时候速度就突然间达到了每秒87.8公里 在距离地球0.16个天文单位的地方 它立刻就加速掉头飞离了太阳系 快速的像飞马座飞去 它的名叫奥莫莫 它能够自动驾驶表面的材质是反光的材料 而且它的体积是有四个足球场的大小 那么这艘外星的战舰所使用的动力 很有可能就是当前人类研究的一项前沿领域 就是光帆技术 是一个离人类最近最有可能突破的太空旅行方式 在2016年轮椅上的物理学家霍金出席了纽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一个叫做突破孽星计划开始启动 非常的激动人心啊 因为这个计划要把一支由1000多艘太空船组成的舰队 送到离地球4.27光年之远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 这1000艘星舰都装备了光帆动力系统 听起来非常的炫酷 只不过这个太空船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为什么选择人马的阿尔法星呢 因为欧洲的南方天文台宣布根据天文台的观测 这个三星系里面有一颗位于恒星移居带的地球 2.0行星 霍金就说如果用化学的动力 就是我们常规的火箭燃料 从地球到阿尔法行星 至少需要跑7到10万年的时间 但是用光帆动力的话只需要20年 也就是说如果阿尔法三星系统有一颗适合人类移居的这个星球 那我们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就可以移民太空 那说了这么多什么是光帆技术呢 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呢 我们就从2017年的一起天文悬案开始说起 在夏威夷岛上有一个全球知名的天文台 叫做毛纳基山天文台 因为它修建在海拔4200米的休眠的火山上 还地处于太平洋的中央 没有任何的城市的光污染 空气干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天文观测地 所以这里也被11个国家相中 从1964年开始 各国在这里陆陆续续的就投资建设超过了20亿美元 修建起了12个天文台 大家都瞄准了太空 希望能够发现奇迹 而美国空军也在这里架起了两台 范星1号和2号的天文望远镜 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对全体的天空的天体进行天文测量和光度测量 而事实证明呢 确实这里也有发生过奇迹 在2017年一个叫做罗伯特韦瑞克的天文观察员 在整理范星1号2号的资料的时候 他就拿起了其中的几张照片 突然就发现了太阳系里面就多出来一个不明飞行物 当然每年出现在太阳系里面的这个不明飞行物非常多 什么陨石啊 彗星数不胜数 但是这个物体非常的奇特 它不像是彗星一样发光 又不像陨石一样到处乱窜 而是有特定规律的 那么瑞瑞克在算了一下它的轨迹之后就更惊了 因为这个物体的轨道像是有人操纵一样 那么太阳系里所有的星星和彗星都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轨道 要不然就是椭圆形 要不就是圆形 它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曲线飞行的这种轨迹 这个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呢 维瑞克赶紧就把这个近几个月的资料都翻出来 拼凑出了完整的信息 当它进入太阳系的时候 速度是一点一点加速的 当离开太阳系的时候 速度突然就达到了87.8公里每秒 那么在距离地球0.16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呢 几乎是垂直角度的掉头立刻飞离了太阳系 那么这个消息一经发表出来啊 就像一个炸弹 无数的天文台都把望远镜就对准了太阳旁边 都想找到这个天文莱克 结果运气好的呢 还能够看到它的背影 而它早就已经飞离了地球啊 三千多万公里之外 快速的向飞马坐飞去 等天文学家们想起来 给它起个名字的时候啊 居然叫奥默默 之后呢 它就不见了综艺 而奥默默呢 就是夏威夷语啊 意思呢 就是侦察兵 之所以给它取这个名字啊 是因为它可能是第一个可以确认的 来自于太阳系之外的星际访客 全球的天文学家都对这个奥默默的兴趣啊 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从遥远星系来的奥默默 它真的是一艘大型的外星战舰吗 奥默默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太阳系附近的一个恒星团 距离地球大约163至277光年 是从某个年轻的恒星的 原行星盘中而形成 然后在四千万年前 被一颗行星发射出来 天文学家推测呢 这一片区域被认为是 位于船底座的天歌星斜 是比星团更为稀疏的恒星群中 那么奥默默到底是不是外星飞行器啊 关于这个问题 西方的一部分科学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尤其是一直对奥默默进行跟踪观测的美国科学家 更是发现了奥默默越来越诡异的行为 认为它可能是外星高级文明的飞行器 这部分科学家给出了两点理由 其一就是奥默默在星空中的亮度不寻常 和太阳系其他相近的大小的天体相比较 奥默默的反光度明显的高出了十多倍 这很可能就说明了奥默默的通体是被涂层覆盖过 这就很类似于人类制造飞行器的时候 涂层覆盖的做法是天然无法形成的 第二点就是奥默默始终在利用太阳系的各大行星的弹弓引力 不断的给自己加速 换句话说奥默默飘行的轨迹似乎就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 这造成它始终能够利用各大星体的引力弹弓效应 获得加速的动力 这就非常诡异 如果它不是一种文明科技的行为 根本不可能会这么的巧妙 也有科学家认为奥默默根本就不是利用太阳系的弹弓引力的原理在飞行 而是它具有一种超越人类动力的装置 最大的可能就是反引力装置 即使它拥有依靠反引力推力获得加速的动力装置 但不管怎么说奥默默在获得加速的这一点上就表现得非常的诡异 除非用外星的高科技来解释 否则的话无论如何都说不通 然而这一点发现如果属实的话 科学家认为这并非是好事 相反的人类恰恰应该提高警惕 因为在此之前太阳系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外星的访客 而奥默默作为一个拥有外星超级科技的飞行器 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太阳系呢 难道是来探路的吗 或者是来考察的 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尤其是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 人类的各种信号都充斥着太阳系 作为穿越太阳系的外星飞行器 科技那么先进的话 它不可能没有探测到人类 然而探测到了 它为什么不和地球的人类取得联系 而反而要加速离开呢 难道说它要回去 着急的报信吗 这是一艘侦察船吗 也许有些人认为不可能 因为如果外星文明远远超过人类的话 它们可能根本就不稀罕我们地球的资源 因此它也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我们都知道刘慈欣在三体中 他提出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则 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了 著名科学家的霍金呢 他在世的时候也曾经提醒过人类 不要试图联系外星人 他们都深切的担忧啊 外星文明会给人类带来威胁 打个比方啊 目前我们的人类为什么要探索外星世界 很大的程度上 人类是为了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宇宙资源 还有一点是人类感到地球环境越来越糟呢 探索外星的目的就是为了移民 而移民之前呢 如果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要先清除抵抗势力 或者是消灭土著嘛 因此如果奥默默所代表的高级文明啊 他们真的是为了移民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深度的思考了 按照人类科学的技术和方向的话 优先发展反对外来入侵的技术 应该是今后考虑的一个主要方向 所以天文学家们在收集了所有的资料之后 就得出了判断呢 说这就是一颗冰冻的绘形 它不会发光 而且它的形状呢 是长条雪茄形的这么一块石头 看到了天文学家给出的这个概念呢 哈佛大学的一位天文学家呀 阿维勒布呢就很生气 因为他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解释 一派胡言 勒布是美国的人文科学院士 在天文物理学界也是身旺崇高 勒布就坚定地认为 奥默默绝对不是一颗冰冻的绘形 首先啊如果是冰冻的绘形 那么它应该有冰又有碳 当它飞到距离太阳很近的时候 奥默默的冰就应该开始蒸发了 会成为气体或者是尘埃变成彗星的尾巴 而奥默默的这个气体啊 就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那么这时候的奥默默的质量 就应该会减少啊 最少十分之一 但实际上是这个奥默默 飞到离太阳近的时候呢 天文学家在他的周围 压根就没有检测到二氧化碳 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质量损失 第二呢就是这个奥默默的这个概念动态图啊 在勒布看来也非常不真实 他就认为这个奥默默是一个雪茄状的椭圆形状 绝不是一个细的雪茄状 而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 马申科博士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分析了 所有的可能的亮度的模型 最后他就得出的结论是 奥默默呢有可能是雪茄状的 可能性只有16% 而椭圆形的可能性啊 是高达91% 再有就是奥默默奇特的这个飞行轨迹啊 如果它是太空中一颗彗星的话 以它这么小的质量 在穿越火星地球金星和水星轨道的时候 或者在离太阳很近的时候 就很难不被这些行星的引力所拉走 而奥默默不仅没有被拉走啊 就像是有自动驾驶一样 在飞离很近之后还可以加速离开 所以奥默默的表面的材质也非常的特殊 当它飞过太阳的时候 对太阳光的反射率呢 是一般彗星的10倍 就说明它的表面是金属材质 或者是反光材料 而不是我们所想的岩石 所以综合以上线索呢 我们就发现它有可能是有自动驾驶 表面材质是反光或者是薄片的圆形 根据这几个特点呢 勒布也断言 奥默默既不是行星也不是会星 是什么呢 他说它是一艘有四个足球场大的大型的外星星舰 勒布这种推论一出来呢 大家都震惊 但是没有人啊反驳它 因为它所依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数据 再加上勒布当时的那个地位呢 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明面上的反驳 大家都很有默契的 在所有关于奥默的文章当中啊 绝口不提勒布的推论 于是勒布就在2021年呢 就出了一本书 名叫《地外生物》 就是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的第一个迹象 而书一发行就冲上了当年的销量榜首 因为大家都好奇啊 地表的UFO目击报告里的飞碟的尺寸啊 多数都不大嘛 很少有这种这么大尺寸的外星星舰 所以呢到底真的有没有过这种超大型的战舰啊 访问过太阳系呢 在勒布的书出版以前呢 尽管存在一些都市传说 但是还没有权威的人士认证过 不过对于勒布来说 他关注的重点是在于 这艘外星的战舰所使用的动力 在他看来呢 他很有可能使用的就是 当前人类研究的一项前沿领域 光帆技术 光帆呢就是在星际的飞船上面 安上一层巨帆 与其说是帆呢 就是一面巨大的反光薄片 那么这面薄片呢 就能够利用太阳 或者是其他恒星的光压呢 产生动力 和风推动风帆的原理啊 非常类似 所以叫做光帆 那么这样的太空船 就不用靠自己携带的材料 来提供动力 就可以在星际之间啊 畅游了 简单的介绍一下光压的概念呢 光呢就是被称之为 光子的粒子而组成的 当光子击中一个物体的时候 就会施加一个极其微小的压力 就像是把一粒沙子扔到一个人的身上 人就不会有任何感觉嘛 但是如果你把一把沙子 扔到这个人的身上 人呢就会感觉出压力了 那光压呢 也就是这个原理 把这个压力转换成飞船的动力 飞船就可以畅游星河了 光帆的材料和三维设计 都非常的讲究 所以光帆的表面积越大 那么受到的光压也就越大 它的加速也就越快 所以在设计光帆的时候 不仅要让表面面积最大化 而且呢厚度要非常的薄 这样才能够使光压产生的 加速效果最大化 而乐部在研究奥默的运动轨迹的时候 就发现奥默在经过近日点 就突然的加速离开 它的加速方式呢 就是平滑稳定 而且它的加速离开太阳越远呢 加速就越低 这种加速方式就非常像 依赖太阳光的光帆系统 在所有被讨论过的 星际航行的动力方案里面 光帆呢是距离现在科技水平 最近的一个目标 这也就是科幻小说三题里 所构想的一种使用的星舰动力 因为在太空之中呢 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方便 在现实中啊 成功的光帆实验也已经有 是日本在2010年发射的 伊克洛斯太空探测器 那么伊克洛斯光帆大约是14米长 14米宽的方形 用这个光帆做动力的飞行器啊 花了六个月就飞到了金星附近 并完成了各项测试 所以啊才有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启动突破灭星计划 所谓的用1000艘太空飞船啊 组成舰队远征太空 那么这样的构想 所说的这个太空舰队啊 可能跟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迷你级的这种舰队啊 每一个光帆飞船啊都是4乘4米 但是下面的太空船只有拇指大小 重量啊只有几克 但是船虽小五脏俱全 每艘飞船里面都包含了数十亿个晶体管 就像计算机的芯片一样 里面还含有照相啊 传感器啊 化学剂啊 太阳电池等等 都是纳米级的微型设备 那么在登陆阿尔法星以后啊 就可以把星球上的一切信息 通过无线电呢 发回地球 这样呢就算当前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 去不了 但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个星球的当前的环境 适不适宜我们人类的生存 那么目前啊 突破灭星计划仍然在实施当中 不过距离载人星际飞行啊 还非常的遥远 在2019年啊 光帆二号成功演示了太阳帆推进技术 由SpaceX发射成功 展开了32平方米的大太阳帆 一周后呢 资助该项目的美国行星协会就宣布啊 光帆二号成为首个采用光帆动力 在地球轨道飞行的航电器 这是继日本2010年发射的 伊卡洛斯号光帆后啊 史上第二艘光帆航电器 对于光帆飞船来说啊 只要能够借助光就能够飞行 完全就抛开了常规飞行器的限制 理论上啊 可以实现无距离限制的空间飞行计划 那么大家觉得呢 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以上呢 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啊 未经证实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当真哦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与关注 宇哥小堂的频道哦 拜拜